人死一次头一次胎 有三个魂 是否魂越来越多 听法师讲 智哲大师自己说 王生五无平位 这个不是有无的无 是无 无平位 是无 数字的无 不是无 不能搞错了 他无平位就没有平位了 这个人死了头胎 这时 灵魂是一过了 没有三过 没有这个道理的 这个要懂的 这个 灵魂越来越多 这世界上人越来越多 这个到底怎么会刺激 现在诸位同修都知道 一名 这是他方世界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是属于 以名来的 他怎么会到此地呢 有共同的业力 共同的业力 他就聚会到这个地方 他就聚会到这个地方 比如 摄放世界的众生 大家都听到 无量寿经 听到阿弥陀经 都喜欢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天天增加了 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那里生的 是摄放世界 以名过去的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个道理要懂 绝对不是说 这一个人死了之后 会变三个灵魂 三个死了会变九个 不是这个道理 没有这种说法的 这个不合理的 这个智者大死 确实是释迦牟尼佛 视线的 表演给我们看的 这是做个样子 做个榜样 告诉我们 修行重要 临终 管理道场 管理寺院 对自己道业 决定是有妨碍的 你要发心 做主持 做当家 管理 寺院行政 最低限度 要要有智者大事的本事 那就是 决定得身 这是平位 第一点而已 决定得身 这个信 如果 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管理道场 而造作罪业 将来 剁三途 那就错误了 智者大事表演 主要是告诉我们这张诗 道理道尼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